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寿阳公主在寒张殿下和宫女们嬉戏玩耍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寿阳公主觉得自己有些疲累,就躺在寒张殿下闭眼小气 微风浮动,院子里飘来一阵又一阵的梅花香味,伴随着梅香,寿阳公主很快就睡着了 这个时候,一朵小小的梅花随着微风落在了公主的额头上,很快就被公主的汗水浸染,留下了淡淡的梅花花痕 梅花时的寿阳公主更现娇柔妩媚,和院子里的梅花融为一体,看上去就像是落在人间的仙子 寿阳公主醒来以后,拿来镜子看自己的模样,她发现额间的梅花印,让她变得更好看了 于是从那以后呢,爱美的寿阳公主就经常摘一朵梅花,将花粘在自己的前额上,看起来比从前更美了 宫中的妃嫔和宫女们见了以后,纷纷效仿,于是梅花妆便在宫中流行起来 后来到了元代,画家张叔后画了一幅寿阳公主梅妆图,而词人张天英欣然提诗 正月七日寒张便,落梅吹花香扑面,欲人睡起游未知,宠礼新装静中见 寿阳公主的梅花是年少烂漫的,她所发明的梅花妆更是美丽迷人充满着青春的气息 她的梅花也是青春的梅花 而爱梅爱到极致的,不能不说北宋的尹氏林布 她一生未世未婚,无儿无女,以梅为妻,以贺为子 她将生活活成了诗画,不沾半点的世俗尘埃 能做到如此极致的千年以来,也只她一个人了 她的快乐世人又羡慕的又不解的,但无妨她自得其乐 众方遥落独宣言,占尽风情向小园 书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双琴玉下仙头眼,奋蝶如枝,何断魂 兴有威吟,可乡辖,不须坛,供金尊 林布笔下的梅花应该是最有女人味的梅花了 的确是她的妻子 也许在红尘中她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女子 世事却不如人愿 她便将那偏爱一股脑给了梅花 两宋之交的才女李清照 她的人生令人唏嘘 有过幸福的前半生 却逃不了国破夫王的后半生 年年学历,长插梅花醉 柔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意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潇潇两鬓升华 看取晚来风势,故应胆看梅花 在这首词里,李清照所感伤的不是梅花 而是自己的年华和遭遇 她的余生一边流浪一边悲伤 恐怕再好看的花也不能令她绽放欢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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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